6月30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呈专列抵达香港 出席将于7月1号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继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 15时时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车厢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丈夫林兆波上前迎接 欢迎仪式上 香港警察乐队奏响热情的欢迎曲 充满精气神的舞师欢腾跳跃 数百名香港青少年和各界群众代表挥动国旗 特别行政区曲旗和鲜花表达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和彭丽媛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习近平这次赴港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 中外记者在现场等候 习近平走到采访区向在场记者问好 他表示 明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 全国各族人民将和香港同胞一道庆祝这件喜事 大家好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我再次来到香港 感到十分高兴 明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 全国各族人民都将和香港同胞一道庆祝这件喜事 在此 在此我向香港同胞致以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 据我上次到香港来啊 已经过了五个春秋啊 这五年 我一直关注着香港 牵挂着香港 我的心 中央政府的心 和香港同胞在一起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香港 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 战胜了一个个 风险挑战 历经风雨后 香港 浴火丛生 呈现出 蓬勃的生机 事实证明 一国两制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能 确保 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 维护香港 维护香港 同胞的福祉 一国两制 是个好制度 正可谓啊 形而不错 未来可期 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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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